大家好,今天我来带大家一起学习识字 我是王老师 好,我们一起来看 鱼,鱼,鱼,鱼 这里有一条大大的鱼 它有鱼的嘴巴,鱼的眼睛,鱼的身体 还有鱼长长的尾巴 这就是一条鱼 我们看这个字和这个图非常的像 它也是鱼 那这个是鱼的哪里呀 鱼的嘴巴,鱼的身体,还有鱼的尾巴 这些都是组成鱼的 好,所以这是一个鱼字 这里也是一个鱼字 羊,羊,羊 这是一只羊 我们知道羊是有脚的 长长的羊脚长在头顶 那这里就是羊的脚 这只羊啊 它还有长长的胡子 这是山羊爷爷呀 好,所以这是羊 这里也有一只羊 那这个位置两点是什么呢 就是羊的脚 那长长的是羊的胡子 这里也是一只羊 反过来它也是什么字 对了,羊字 马,马,马,马 这是一匹小马 这匹小马呀 它正趴在地上休息呢 但是呢 它也是在看看 你有没有认真的听它讲课呀 好,这是一匹小马 那这是马的尾巴 这里也有一条马的什么呀 尾巴 所以这是马 一匹爱认真听你讲话的马 这也是一匹马 虫 虫 虫 你见过这么长的虫子吗 那这里虫子的头 虫子的身体 这都是虫子的身体 还有细细的虫子尾巴 哎呀 这是一条大虫子 这条虫子可以慢慢慢慢慢慢的爬过来 好,这是一条虫 这里也有一条虫 这条虫啊 虫的头在这里 这个位置猜猜看是什么呀 虫的尾巴 所以这是一条虫 那这里也是虫子 牛,牛,牛 这是一头爱臭美的牛 你看这头牛啊 还带了一个红红的蝴蝶结呢 爱臭美的牛 它有长长的牛角 它还有大大的鼻子 这是一头爱臭美的牛 那这个地方就是牛的蝴蝶结了 那我们认识了这个字就读牛 反过来也是牛 好,那我们来复习一下刚才学过的字 鱼 鱼 牛 虫 马 羊 羊 马 虫 牛 鱼 非常好 好 你学会了吗 بعد 多职awn